台北市長蔣萬安在今天下午前往大巨蛋 視察國慶晚會的準備情況 不過他選在颱風天走這一趟 是來確保國慶當天動線順暢 而不是視察漏水的情況 也讓議員批評是避重就輕 而蔣萬安則強調會要求遠雄 在十月四號以前完成改善 戴上安全帽神情嚴肅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二號下午率隊 來到大巨蛋 親自視察國慶晚會的準備情形 國慶晚會預計在十月五號舉辦 將會有國內外重要人士雲集 北市府積極準備不敢懈怠 不過大巨蛋的漏水問題始終沒解決 早被議員多次批評 蔣萬這次在進大巨蛋 不只沒讓媒體入場拍攝 市府事後提供的大多都是廠中央畫面 卻沒仔細拍攝漏水較嚴重的L二層 L五層L四層 三類及外野處和B1外野 這張議員質疑根本是避重就輕 國慶晚會即將到來 屆時會有很多的國際外賓 難不成外面下大雨 裡面要讓他下小雨嗎 蔣市長你這是避重就輕還是狀況外 典雄必須要在十月四號以前針對 國慶晚會舉辦的區域來改善完成 那整體要求十月底 也就是原先所承諾的全面的改善完成 國慶晚會準備期正好碰上 颱風山土耳來襲 讓漏水狀況再度附上檯面 蔣市府到底能不能及時解決被外界高度檢視 謝謝學習華張宣台北唱得到